好 说到年少的记忆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宝贵的财富 对于我们的明星来说也不例外 这次我们遇到新天地 是受到了方大同的委托 一起来帮助她寻找她在少年的时候 在上海的回忆 对 她在五岁的时候 到上海来就读天山一小 如今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了 记忆会不会还在原来的老地方 等着小方呢 来看一下 哈喽 大同 你好 哈喽 你好 想问一下你今天来的这边的目的是什么 今天来就是看看以前的小学 就像新歌《小方》中唱的 方大同出生在美国夏威夷 五岁来上海 多过童年最美好的时光 如今她已经是一个小有成就的创作歌手 但在她心里最信心念念的 还是在天山一小念小鞋的这段意思 学校外面路上就会有摆一些小摊子 常常下课就会买一些贴纸 水浒站的贴纸吗 不是 就是好像一些卡通 好像有什么龙珠 在大街小巷中穿梭 从前的窄像变成如今的马路 公园还在 树上有很多松鼠 不过学校早已搬迁 几经周折 我们才找到了位于茅台路上 天山一小的新校址 你好 你好 第一次欢迎回到我们校来 寻找小方任务完成 明星学长的到来 让校园顿时热闹起来 小报的小记者们 立即把小方拿下 见过的媒体不少 见到两位这么萌的小记者 估计是第一次 方大同回答的更是百分之百的认真 找到学校不容易 方大同当场打电话给老同学 邀请大家一起过来 同学们倒也是相当给面子 没过多久 纷纷赶到学校 那么既然遇到的同学 就有一件事情不能错过 就是让同学来吐槽一下 方大同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方大同在我印象当中 小时候是蛮怪的 违反校规的事情很少 基本上都是跟在我们后面皮 很少是他主动 主动带我们去皮 那你一般 就是一般你做什么 他会跟着你 我也是跟在别人后面 方大同他上课时候很乖 上课时候就是好学 然后到了一下课之后 马上就跟我们一起玩疯掉了 看到这里 小伙伴是不是对这次 寻找小方之旅充满了好奇 明天的娱乐新兵地 还将带来小方和老师们的 有趣故事 小伙伴是少年 上海多家采访报道 还没关系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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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Fisher nosotros 还没关系 它